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处女作 远山淡影 瑞典文学院宣布获奖者的时候 守候在电脑和手机屏幕前的大家 也许会冒出这样两个问题 石黑一雄是谁 以及为什么会是他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石黑一雄这个人吧 他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 母亲是典型的传统日本女性 长崎人 父亲是海洋学家 在上海长大 1960年 父亲受邀前往英国从事秘密工作 六岁的石黑一雄 随之到了苏格兰南部小城吉尔福德 他们全家都以为 那只是一场短期旅行 他甚至带上了自己的日语课本 可结果 直到29年之后 石黑一雄才得以重回日本 石黑一雄一家 在英国过的是典型的南部中产阶级生活 他从小上的是公立学校 大学毕业后 考虑将来的职业 他决定当一个音乐家 因为他五岁弹钢琴 十五岁弹吉他 喜欢摇滚乐和爵士 迷恋鲍伯迪伯迪伦和莱安纳德科恩 可是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他向录音公司的人约见了好多次 两秒钟后 他们就说 没事 朋友 后来他索性做了嬉皮士 背着翻布包和吉他 去美国流浪 石黑一雄的文学事业 开始得不算早 但是相当顺利 1982年 28岁的石黑一雄 发表处女作《远山弹影》 讲述了在原子弹爆炸之后 一对母女在长期的日常生活 文学评论界很快就注意到他 四年后 第二部小说《服饰画家》 获得了英国著名的 惠特·布莱德奖 石黑一雄声名雀气 随后的第三部小说 《长日留痕》 更上一层楼 拿下了不可奖 被改编成电影 《告别友情天》 随即石黑一雄 跃升畅销作家的行列 那么迄今为止 石黑一雄的写作生涯 已经超过35年 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陆续为他赢得了 不可奖 大英帝国勋章 法国艺术与文学歧视勋章 等等荣誉 而今 63岁的他 又摘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石黑一雄 在血统上 是一个纯正的日本人 但是他的作品 却都是用英语写成的 他的日语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糟糕透顶 这些作品 有以日本为背景的 也有与日本完全无关的 因此 石黑一雄 很难算是一个日本作家 事实上 在最初步入文坛的时候 他对自己 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既非日本作家 也非移民作家 而是一位国际作家 石黑一雄本人 和作品中 所体现出来的 中西文化的交融 恰好与诺贝尔文学奖 国际性 世界性的一贯要求相吻合 所以 瑞典文学院选择它 其实不算是特别出人意料 那么 撇开这些外在因素 石黑一雄的作品 够得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分量吗 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 他这一部备受好评的处女作 《远山弹影》 《远山弹影》的故事 以月子的第一人称 回忆视角展开 月子是一个在英国 生活了很多年的日本女人 她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景子 出生在日本长崎 是月子和前夫二郎所生 不久前在房间上吊自杀了 二女儿妮吉 是月子和她的英国丈夫 谢灵汉姆所生 谢灵汉姆已经去世了 妮吉在伦敦生活 月子一个人住在 英国南部的乡村 景子死后 妹妹妮吉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但是之后 她回家住了五天 在这五天中 他们谈到死去的景子 妮吉试图告诉母亲 不必为曾经的决定后悔 也不应对景子的死 感到内疚 妮吉的到来 不知道为什么 让月子 回想起了很多年前 在长期的一段生活 那是在原子弹大爆炸之后 最坏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 但是因为朝鲜半岛 还在打仗 所以美国大兵 还是和以前一样多 刚刚经历了灾难的长期 处处都能感觉到变化 月子和她当时的丈夫二郎 生活在成交一栋 新建的混凝土公寓大楼里 大楼矗立在废墟上 紧淋污泥和臭水沟 每栋楼有四十间左右的独立公寓 公寓内部 全都装修得一模一样 铺着日式踏踏米地板 配备西式浴室和厨房 这些独立的小公寓代表的 是战后年轻人的新型生活方式 他们独立过活 不再跟父母同住 男人们在规模建大的公司里上班 女人们则负责生儿育女料理家务 二郎和月子就是这样的年轻夫妻 二郎是忙碌的上班族 她身材矮壮 表情严肃 对外表一丝不苟 即使在家里也经常是穿衬衣打领带 不管站着还是走路 老是拱着背 月子则是年轻的家庭主妇 怀着三四个月的身孕 小说中 月子的过往一片模糊 我们只能隐约看到 她出身于长期一个条件优渥 有教养的家庭 她曾经热爱小提琴 喜欢门德尔松 她还有过一个恋人 大爆炸让她失去了一切 一无所有的时候 一位名叫旭芳的教师收留了她 旭芳先生对月子非常地亲切友好 月子视她如父亲 出于对旭芳先生的感激 月子嫁给她的儿子二郎 成为了一名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 从表面上 月子似乎已经告别过去 适应了新的生活 二郎工作勤奋 很快就在公司得到了提升 月子怀孕的时机刚刚好 一切都称心如意 但是显然月子并不快乐 曾经热爱的小提琴 如今她再也不碰了 她跟二郎格格不入 跟邻居也几乎从不来往 看着那些年轻的女人们 每天围着丈夫和孩子忙得团团转 月子很难相信 她们也曾经历了战争的不幸和噩梦 她不想显得不友好 但是她也从不刻意显得友好 那个时候 她只想独自一人 不被打扰 这就是月子当时的大致情况 总的来说 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中 她只是一个旁观者 时间过去了二十几年 现实中的月子 是一个正在承受 丧女之痛的日本妇人 孤独地生活在英国南部乡村 她在长期生下井子 七年后便离开二郎和日本 跟着谢林汉母来到英国 之后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妮吉 谢林汉母本想给这个女儿 取个日本名字 而月子 或许是出于 不愿意想起过去的私心吧 她坚持要取个英文名字 跟着妈妈从日本到英国的井子 跟继父还有妹妹 一直有隔膜 在离开家 前往曼奇斯特独自生活之前 有两三年的时间 她一直是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的 很少出来 也不许其他的人进去 偶尔她心血来潮 冒险来到客厅 大家都很紧张 而她每次出来 也都无一例外地 以吵架收场 不是和妮吉 就是和谢林汉母 之后她去了曼奇斯特 切断了和家人的所有联系 直到五六年后自杀 尸体在房间掉了好几天 才被房东发现 井子的葬礼过后 尼吉回家来探望月子 说起当年离开日本的往事 尼吉认为 妈妈的行为很不容易 值得自豪 毕竟 有很多女人 被孩子和讨厌的丈夫 捆住了手脚 过得不开心 却没有勇气改变一切 就这么过完了一生 月子不知可否 她知道 事情没有尼吉想的那么简单 她也试图说服自己 当年离开日本的动机 是正当的 说自己时刻 都有把井子放在心上 但是她无法摆脱一个噩梦 每个晚上 她都会梦见一个小女孩 掉在树枝上 月子噩梦中的小女孩 叫万里子 是月子很久以前 在长崎认识的一个小女孩 月子在长崎居住的 那栋公寓大楼 站前是个村庄 炸弹扔下来之后 变成了焦黑的废墟 唯一幸存的 是河边的一座小木屋 她距离月子住的公寓大楼 只有几英里 不干活的时候 月子经常站在窗前 盯着她看 如果说 新建的公寓大楼 是长崎居民 战后新生活的象征 那么 小木屋 就是他们的战争记忆 她从炮火和挖土机中 幸存下来 顽固地站在那里 提醒人们 伤痛并未远去 那年快到夏天的时候 怀着三四个月 身孕的月子 从窗户里 看到一辆破旧的白色美国大车 开到了河边 不久 她就和 新搬进小木屋的女人 左之子 成了朋友 万里子 正是她的女儿 左之子是一个孤傲而神秘的女人 身段年轻 脸却很老 让人猜不出具体的年龄 左之子告诉月子 战前她有过一段门当户队的婚姻 爱国的丈夫在战争中死去了 战后 她认识了美国大兵弗兰克 弗兰克告诉她 她应该到美国去 去做女商人 女演员 在美国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左之子听信了弗兰克的话 为了去美国 她忍辱负重 一再容忍弗兰克的粗俗 还不惜去旅馆做女佣 但是弗兰克是个酒鬼 她只用三天的时间 就把左之子跪在地上擦地板 挣来的钱全部喝光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梦想破灭的左之子 只好带着女儿 来长期投奔伯父 在伯父那栋 有花园 有池塘的漂亮大房子里 母女二人过了将近一年 沉闷但安稳的生活 然后弗兰克从东京来到长崎 左之子的美国梦死灰复燃 一个清晨 左之子带着万里子 悄悄地离开伯父家 住进了阴暗破旧的河边小木屋 再次准备前往美国 跟妈妈不同 小女孩万里子 一点也不想去美国 她讨厌弗兰克 不喜欢小木屋 对成为女商人 女演员什么的也没兴趣 她急切需要的 是过上安稳宁静的生活 战争已经给她造成了 太大的伤害 万里子五六岁那年 东京遭遇空袭 到处都是废墟 她跟着妈妈 住在地道和破房子里 一天清晨 她亲眼目睹了可怕的事情 一个年轻女人 亲手溺死自己的婴儿 那一幕深深地刺激了她 几天后 那个女人割喉自杀 万里子就开始出现幻觉 经常看到那个女人的身影 不过在不复家生活的那段时间 万里子似乎好了起来 幻觉消失了 她的表现也很好 大人跟她说话 她回答得清楚流利 她去上学 跟最优秀的孩子交朋友 她还有一位家庭教师 老师对她评价很高 说她那么快 就能赶上学习进度 真是让人吃惊啊 但是不到一年 妈妈就将她带领了那个家 住进了河边的小木屋 于是万里子 好像又变了一个人 她不上学 也不交朋友 对人没有礼貌 戒备心很强 左只子经常出门 一出去就是好几个小时 万里子 常常被一个人丢在小木屋里 陪伴她的 只有从伯父家 带出来的一只猫 于是 那个女人的幽灵 又出现了 万里子说 妈妈出门的时候 那个女人来过 想带她走 她问那个女人 是否愿意要一只小猫 因为大猫 马上要生小猫了 那个女人说 她愿意要一只 万里子的话 左只子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 那个幽灵般的女人 成了死亡征兆 她出现过后 大猫生下小猫 其中一只 被附近的男孩们弄死了 在得知 即将去美国的那天 万里子 以激烈的方式 反抗妈妈 她在河对岸的一棵树上 上吊自杀 结果 从树上摔下来 受了伤 流了血 但是 这没有能够改变 妈妈去美国的心愿 几天后 就在左只子 整理行装 准备出发的时候 弗兰克 故技重施 再次 无故消失了 她跟酒吧女郎 泡在一起 花光了左只子的钱 左只子认定 她是害怕 万里子 才逃跑的 因为孩子 意味着责任 而弗兰克 还没有准备好 承担这份责任 左只子 决定接受现实 放弃美国梦 搬回伯父家去 不用去美国了 万里子很高兴 她跟妈妈 还有月子 去了 盗佐山远足 他们坐了缆车 从山上 看到了 长崎港口的 美丽景色 回家的路上 妈妈亲口答应她 不必把小猫送人了 因为 他们就要搬回 伯父家了 伯父家 很大 完全可以把 所有的小猫 都留下 回家的电车上 万里子一直 没有说话 她的脸 不断地被窗外 闪过的流光溢彩照亮 她不会想到 在电车上 妈妈看到了 那个年轻女人的身影 然后 弗兰克再次出现 左只子 再次改变主意 他们商量之后 决定先去神户 再等待时机 前往美国 万里子失望极了 她不忍心 遗弃她的猫 她一再提醒妈妈 之前答应过自己 可以留下小猫 母女二人 争执起来 左只子 遗弃之下 夺过小猫 走到河边 将他们 淹死在了河里 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远山淡影的主要情节了 她所讲述的 是两对母女之间的羁绊和冲突 可是听到这儿 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种 如坠云雾之感吧 觉得这两个故事 讲得支离破碎的 没头没尾 月子和左只子 是怎么成为知心朋友的呢 左只子和万里子 最后到美国了吗 月子又是怎么离开丈夫 带着井子到英国的呢 井子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这些都没有交代清楚 没关系 小说 还有最后一节 在小说的结尾 月子结束了回忆 回到现实 尼吉要回伦敦了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 准备写关于月子的诗歌 所以让月子 找一件有关长期的纪念品给他 月子拿出一本日历 告诉他 在这日历上 有长期港口的风景 这让他想起了一次快乐的郊游 那天井子特别高兴 他们坐了懒车 小说戛然而止 谜底也随之浮出了水面 原来万里子就是井子 左只子就是月子 演上小说 我们不尽深思 为什么月子 要把自己和井子的往事 安放在左只子和万里子身上呢 石黑英雄说 如果一个人过去的经历 太过痛苦或不堪 他就无法张口讲述 他会选择自我欺骗 篡改回忆 月子就是这么做的 事实的真相是 井子当年是不愿意离开日本 和他的生父二郎的 母亲月子出于一己之私 可能是因为 无法忍受那段压抑沉闷的婚姻 也可能是因为爱上了英国人谢灵汉姆 再加上 谢灵汉姆保证会给他们母女幸福的生活 于是 他不顾女儿井子的意愿 将他带到了英国 结果 井子一直没有能够融入新家庭和新生活 而谢灵汉姆 也没有能够兑现他的承诺 做一个称职的继父 大部分时候 他根本不关心井子 井子去世以后 月子无法承受自己强行将井子带离日本的往事 也无法承受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的故事 于是 他虚构出左之子和万里子的故事 篡改了自己的回忆 但是 所有的谎言都有漏洞 月子的也不例外 在月子的回忆中 最让人莫名其妙的部分 是他和左之子之间 那些既推心致富 又充满攻击力的对话 比如 在得知左之子母女 即将启程去美国的时候 月子表示了 对万里子能否适应新环境的担心 这时 左之子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反问道 说真的月子 你觉得 难道我没有考虑过这些吗 你以为 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国家前 没有首先考虑女儿的利益吗 对我来说 女儿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月子 我不会做出 有损她未来的决定 我已经把整件事 都仔细考虑过了 我也和弗兰克商量过了 我向你保证 万里子没事的 不会有问题 然而激烈的语气 并没有增加话语的说服力 当月子进一步质疑 左之子离开他伯父家的决定时 左之子生气了 他转过头来责问月子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月子 你为什么不能祝福我呢 就因为你妒忌 月子连忙说 我是祝福你的 而且我向你保证 我 左之子打断他继续说 万里子在美国会过得很好的 你为什么不肯相信 那里更适合孩子的成长 在那里他的机会更多 在美国 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 月子又说 我向你保证 我替你高兴 至于我自己 我再心满意足不过了 二郎的工作很顺利 现在又在我们想要的时候 有了孩子 左之子再一次打断了月子 他可以成为女商人 甚至是女演员 这就是美国月子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弗兰克说 我也有可能成为女商人 在那里 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月子回答道 我相信 只是就我而言 我对我现在的生活 非常满意 而后 两个人都沉默了 好几分钟 没有说话 读到这儿 我们不免一斗丛生 月子和左之子 相识不久 关系并不亲密 他们之间 用得着相互保证吗 小说结束后 回头再看 事情就很清楚了 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 其实是 月子内心 矛盾和挣扎的体现 将井子带离日本 她不是没有过疑虑 只是最后 她的一己之私 占据了上风 月子回忆中 第二个令人费解的地方 是万里子 对她的戒备和恐惧 月子第一次 跟万里子说话 是在河边 月子邀请万里子 到自己家去吃蛋糕 当时 万里子的反应 很奇怪 她一边 目不转睛地 看着月子 一边弯下腰 捡起了鞋子 月子以为 她这是 要跟自己走 可她一直盯着月子 月子才明白 万里子抓鞋子 是为了 随时跑掉 还有一次 是富兰克 失踪之后 左只子出门去找她 托月子帮忙 照看万里子 那天晚上 万里子跑出了 小木屋 月子追到河边时 一条旧绳子 缠住了她的脚踝 她小心地解下 拿到月光底下一看 绳子湿漉漉地 满是泥 等找到万里子的时候 小女孩的脸上 又露出了 很奇怪的 害怕的表情 她反复问月子 为什么要拿着 那条绳子 并且 趁月子不背 跑掉了 最后一次 是左只子 淹死了小猫 月子不放心 打着灯笼 去河边找万里子 万里子 蜷缩在小木桥的栏杆底下 她又一次紧盯着月子 问 你拿着那个做什么 月子提着灯笼说 这个 照亮脚下的路而已 就这样 万里子又问 你拿着她做什么 月子笑了一声说 我说了 照亮脚下的路而已 你是怎么了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 万里子一面盯着她 一面慢慢地站起来 咚咚咚地跑掉了 万里子为什么那么害怕月子 尤其是当他们在河边的时候呢 小说最后一节的答案揭晓 真相令人心碎 万里子眼中闪烁的 其实是井子 对妈妈月子的戒备和恐惧 这个目睹了年轻女人 溺死婴儿的小女孩 害怕妈妈溺死自己 听众朋友们 听完小说的情节 现在让我们回到 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石黑英雄的作品 在文学上到底分量如何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石黑英雄的大部分作品 都相对通俗好懂 就拿远山淡影来说 小说人物较少 时间跨度不大 背景简单明了 故事脉络清晰 情节主要依靠对话来推进 这都是他相对好读的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是 石黑英雄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 一方面他善于营造气氛 用一个溺死女婴的年轻女人 若有肆无的身影 给小说照上了一层惊悚的阴影 而另一方面 他又巧妙地 在月子的回忆中 留下漏洞 制造悬念 吸引读者 追逐谜底 欲罢不能 直至读完全文 这些都是身为小说家的 石黑英雄的拿手好戏 也是他的作品 能被改编成电影 并且长年占据畅销榜的原因 但是一个文学上的常识是 文本的通俗 并不等于内涵浅显 低密度的语言和情节下面 可能是无法测量的情感深渊 举个例子 《远山单影》当中 现实中的月子几乎从来不提吉他的丧语之痛 他甚至不愿意跟捏几谈锦子 觉得多说无意 但是读完小说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是一个正在遭受复究和悔恨灭顶之灾的绝望女人 他曾经亲手淹死了女儿 心爱的小猫 现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都将被往事淹没 他内心的黑洞是语言无法抵达的 只有想象可以稍稍奇迹 再举一个例子 锦子在小说中一直是一个背景人物 我们只知道 他从小被妈妈带到英国生活 有一段时间很自闭 拒绝跟人交流 在离家独自生活了五六年之后 上吊自杀了 万离子是锦子的前世和童年 他曾经是一个聪明有爱心的小女孩 也曾经用激烈的方式反抗妈妈替他决定的命运 在活生生的万离子和上吊自杀的锦子之间 石黑一雄用文本的空白 给我们留下了另一道想象的深渊 最后要指出的是 除了回忆 远山弹影 还有一个影性的主题 那就是战争 以及它带来的改变 月子进入回忆 第一段话就开宗名义 在长期 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 日子显得平静安详 空气中处处感觉到变化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月子从热爱音乐的富家小姐 变成了平凡的小主妇 藤原太太从阔太太变成了靠面殿为生的寡妇 旭芳先生 从备受尊敬的教师 变成了公开受批评的历史罪人 而二郎这一代年轻人 越来越靠近共产主义 那时的长期港口 充满了嘈杂声 铁锤的叮当声 机器的轰鸣声 时不时传来的低沉的汽笛声 它们是振奋人心的重建的声音 不过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改变当中 女性处境的改变仍然是步履为奸 像月子或者说左只子这样 想要借机改变命运的女人 她们奋斗历程之艰辛 付出代价之沉重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 在当时和她们一样痛苦的女人 遍地都是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 恒然一部作品的文学性 显然不应该以通俗或晦涩作为标准 而是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 搅动我们凝脂的情感 打破我们思想的尖兵 它的语言和形式 又能够带给我们多少审美和智性的愉悦 石黑英雄的文学性 已经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肯定 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 有没有被这部远山弹影所触动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谈谈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